大天人 大天使迈克信息 关于如何预防他人读取我的心智 编译者如是说999 Sandran问 有些通灵人会读取别人的心智 我可以让别人不要读取我的思想吗 如何保护我的意念不被人窥伺 大天使迈克 如何预防他人读取我的心智 我亲爱的朋友 我是值得你们全然信任与交托的大天使迈克 感谢你提出了一个在这个容易以讹传讹 信息频频误传的世界里 极度需要被厘清 需要被家喻户晓的问题 今天就让我来清澈你们所有人的无名疑惑 打开你们自我障碍的限制性牢笼 这是一个即将迈入全民通灵的时代 我曾经说过 你们每个人最需要 最适合 最能够自我帮助的通灵方式 就是与你们内在的高我通灵 你们每个人的内在都居住着一位博学多文 慈悲善解 珍惜疼爱你们 总是默默指引着你们 一直隐居在你们之内 与神圣源头保持着密切联系的高灵 他就是你们神性的高我 当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能够宛若水晶般纯净通透不含杂质 没有小我欲望的纠葛眷恋 能够保持中立平衡 遵循着宇宙法则的秩序 愿意效法光的神圣存有们的普爱众生 这样的人的确能够触及这天地间 所有一切人类 植物 动物 矿物的深层脉洞 洞察知晓这些生命在当下的起心动念与意之所趋 就如同我们天使与高灵 透过检视你们的思想意念之波 能够一眼解读你们的思想脉络 因此你们无法利用脸部的表情 肢体语言与说话的语气 这些小我擅长的狡猾心机来掩盖隐藏你们的真实本意 你们无法在我们的明星会眼下瞒天过海 由于我们是处于更高远的视野观察着你们 因此我们理解 不论你们表达传述 的是如何澎湃汹涌的爱恨情仇与慷慨激昂的愤世嫉俗 都是在当下最适合你们 你们最需要释放的情绪波动与能量流转 对于人类世界的人性起伏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的批判与抵制 也因此你们所拥有的复杂情绪都丝毫不会动摇我们对你们的真爱与支持 也无法污染到我们自身的中立性 客观性与纯净度 所以一位真正像天使高龄般能够洞察知悉他人内心世界 真正通灵灵通的人 对于他所感应到 接受到有关于你们的一切 他必然也能够保持沉稳优雅 如如不动 你们的世界存在着众多无形的神圣存有 你们所信仰的神佛 难道他们不够了解你们吗 难道他们不会知晓你们的内心正打着什么如意算盘吗 当有人心怀不轨企图为非作歹 这些神佛难道不会洞察知先吗 天使高龄难道会疏忽了你们内在酝酿着想要破坏和平 陷害利用别人的恶念吗 对于你们人性中低贫狭隘的思路 我们是完全撩如指掌的 但为何明知你们即将要启示犯罪 将要伤及无辜 我们却从未加以阻止干涉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呢 因为我们明白这是你们需要经历的过程 这是你们必须走过的涉险之路 我们不能够动了思念 起了偏颇的心来阻挠遏止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 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有待人深省的隐喻意义与伟大的价值 我们无法违背宇宙法则的规范 剥夺你们进入神性之门的机会 我们的插手干涉将会单个延误了你们灵性的学习与成长 然而我们也不是站在高处袖手旁观 冷眼视之 你们每个人的守护天使与指导灵 经常是实时地借由各种不同的管道与途径 赋予你们灵感 暗示提醒你们进入较高智能的频率来做决定 指引你们迎向光明的方向 如果你们有所感应并跟随直觉而行 可以因此避免重复编织因果的夜网 若是你们置若网闻 那么就代表在某些面向 你们仍未能够透彻 仍未能有所领悟 尚未产生智慧 因此必须从制造错误与伤害的行动中 因为感到痛彻心非而觉醒了悟 所以不论是你们认定的对与错 好与坏 在我们天使的眼中 都是正确 都是对你们的身心灵有益之事 因此一位通灵人 如果因为内在精进的修持 而拥有着如同明镜般皎洁清晰的意念 他的确能够掌握到周遭环境的情绪思想跃动 但相对的也为他带来考验与试炼 他是否足以安详自在 不会因为窒息别人的弱点与致命伤 而操纵摆布别人 妥协于小我私欲的怂恿诱惑 可以肯定的是 若是不幸坠落人性贪婪的欲望之海 他侦测的准确度将每况愈下 失准失误的情况也将层出不穷 也即是说 真正进入高振动频率 进入神圣源头的世界里 宛若纯净水晶般通透的人 已经是一位高灵 一位天使 一位扬声大师 他全盘接纳每个人都正走在灵魂所造就的生命路线中 他尊重别人的隐私与意志 不会兴起干预操控别人的邪念 更不会利用神通力来危害别人 一个企图利用灵通力来损人力己的人 他也终将走火入魔 这灵通力为他带来了更严厉的业力试炼 并且因此失去了进入神圣源头成为纯洁水晶的机会 若是你们感受到有人未经你们的同意窥探你们的内心 可以召唤我大天使麦克或任何一位你所知道的天使的灵在 要求我们保护你们 我们将在你身体的周围架设保护的光照 让有着不良意图的通灵人无法明确侦测到你的动向与意图 其实 若是你胸怀坦荡 光明磊落 你并不会吸引此类人物的靠近 当你企图利用无形世界的力量来操纵别人以满足个人的私欲 就很有可能在现世生活里出现如同是你的镜子般的人 把你想要对待别人的潜在意图显化成实相让你看见 为的是提醒你 当你因为被别人窥探隐私而感到不安全不自在 同理可证别人也不希望被你洞察他们内心的秘密 陪伴在你们身旁的守护天使与指导灵是保护你们不被负面意识与能量所打扰的安全护卫 对你们而言最重要的人间法就是自由意志的法则 这自由意志的法则也是宇宙法则之一 任何其他的灵魂想要窥探得知你不想曝光的内在世界 必须获得你灵魂的同意 当你们寻求通灵者 占卜师 灵性资商师的协助 想要更进一步了解自己并预测未来 符合自由意志法则的正当管道是必须获得你的灵魂与神性高我的同意 你的灵魂愿意透露多少 这些灵性咨询师就获得多少的讯息 在未经过灵魂的同意之前 私自打探灵魂的意愿 未来的动向与隐藏的秘密都是违反宇宙法则的行为 这也将为这个窥探他人的灵魂密录 招致了必须要承担的功课与责任 在神通广大的通灵人或占卜师 都不可能把你的灵魂与高我所知道的一切巨细迷遗全盘拖出 因为若是你们知晓太多 你们会试图闪躲逃避该负起的责任 如此一来灵魂来到这物质世界的体验与学习将徒劳无功 所以灵魂只会泄露现阶段 你必须要知道 你可以知道 知道之后对你有实质帮助的内容 通常一位通灵人如果真的经由高频率次元的存有连接 连接神圣高我 天使高灵 扬声大师 连接你们所认知的神佛 想要读取你的生命蓝图 你的阿卡莎记录 你未来的人生动向 都必须经过你的灵魂或内在神圣高我的同意 而遵循着这正确的管道所得到的讯息 才是对你们最有帮助 最妥当 最符合你的灵魂计划的 只要这个灵性咨询师是遵循这个正确的途径来服务 没有添加个人的私欲调味料 他们就是称职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不会让自己陷入因果业力的课题 所以当你们接触通灵人 算命师 占卜师 这些你们认为已经开启了神通力的存有 其实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们的守护天使与指导灵正保护着你们 防止你们被具有灵通力的人下骨 下符咒 或者让他们窥见你们的心思 扫描你们的气场 运用他们的神通力来控制你们 如果仍然觉得不放心 观想在你们身体的周围有白光 蓝光与金光 把自己包裹起来 具有再强的他心通能力的人 也没办法穿透这高频率的光的保护罩 来窥探你的内心世界 不然请你召唤我大天使麦可的灵在 我将用我的蓝色光剑切断你们之间 所收到的信息就不是那么清晰明确有把握了 最后我已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这句话 来与各位朋友互相勉励 让自己更自由 更无所畏惧 更顺畅的生活在人间最好的方法 就是保持着正面光明 善良有爱的意念与思绪 如此即可远离所有的黑暗与邪恶而不被操控 我是在任何时刻都闪亮着正义蓝光 充满着智慧精光的大天使麦可 我们下次见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